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现在能看到我们这边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的话 请我们同学在公屏给老师扣个1 好吧 如果大家现在能看到老师这边声音图像都是没有问题的话 请我们同学在公屏给老师扣个1 现在我们的设备 目前我这边显示的是一切正常的 那么稍后我们的课程将在7点钟的时候会准时开始 好的 没有问题就好 没有问题就好 稍后我们的课程会在7点钟的时候会准时开始 那么之前没有听过我们基础重塑 第一期课程同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来跟着我们的立丸丸老师 再一次的重新的把我们人力专专业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再好好的巩固一下 好吧 然后呢 对于我们22年即将要参加高级经济师 比试考试同学来说 其实现在我们的备考的一个号令已经给大家响起了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加入到我们环球网校的大家庭来进行学习 那么今天在玩完老师直播课中之后呢 我这边也会再次上线来给我们大家带来关于22年的高级经济师的备考计划 好吧 所以说现在啊 我们在直播间的同学可以先试着调试一下你自己的一些设备 如果稍后在我们真正直播课当中的发生一些卡顿呀 或者声音不清晰的情况 你及时的去刷新页面或者重新进入就可以了 好吧 稍后啊 我们7点钟的时候课程会准时开始 在这边呢 我也是再次的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先来问一下 现在我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基础重塑课堂的 如果是第一次来听基础重塑课程同学呢 可以在公屏给老师扣个1 好吧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情况啊 如果说之前你完全没有跟过我们基础重塑课程去进行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扣个1 如果之前就已经跟进基础重塑课程 跟进过课程同学呢 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扣一个2 好吧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情况啊 目前啊 应该是对于我们现在直播间来讲呢 其实应该是第一次来参加到我们基础重塑第二期课程同学会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边呢 我也是再次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基础重塑课程对于大家来讲 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样的 因为在这个期间呢 可能是我们同学们在5年之前呀 或者是2年之前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就已经通过中级经济师考试了 但是呢 在高级经济师的知识点学习当中 其实是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点啊 是属于我们中级经济师里面的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中级到高级的这个跨越里面 实现一个非常好的过渡 所以我们给大家开设了这样一堂基础重塑课程 为的就是让大家来温故而知心 而且在我们课程当中呢 也可以去解锁更多的关于高级经济师的一些深入的知识点 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你是第二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高级经济师人力专业考试同学啊 一定要好好的跟着我们的基础重塑课程 来完整的去度过你这样的一个预习阶段 好吧 今天晚上七点钟呢 我们的玩玩老师会准时上线啊 所以说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同学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直播课程 第一次来参加考试同学 抓紧时间扫描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人力专业的备考交流群当中 好吧 在群内呢 也会由我们的助教老师来给大家进行专业方向的指导 以及我们后续的一些直播课的预告呀 以及我们考试资料 考试资讯的分享 我们的助教老师呢 也会给大家同步在我们的群里面 而且呢 给到大家这样一个群 也是为了当大家更好啊 在我们后期的这个平台当中 更好的进行一个交流和学习 好吧 所以说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同学呢 要抓紧时间 扫码进去啊 抓紧时间 如果是正在用手机观看直播课程同学呢 可以先用手机进行截屏 然后回到我们的微信扫一扫 就可以扫码进去了 好吧 大家抓紧时间啊 欢迎一下我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同学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进行的是 人力专业的基础重塑高级经济式的课程 所以希望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同学抓紧时间 扫描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基础重塑课程的交流群里面 在群里面呢 我们的助教老师会给大家 进阶的一些方向的专业指导 而且呢 我们同学们也可以在后期 对吧 你好好的在群里面 跟我们考友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过程 也是对大家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好吧 所以说现在啊 正在用手机观看直播课程同学呢 可以先用手机进行截屏 然后回到我们的微信 扫一扫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欢迎我们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同学啊 今天晚上的课程呢 我们在七点钟的时候会准时开始好吧 大家现在耐心些等待一下 然后我们没有进过群的同学 抓紧时间扫码进群 好 现在呢 距离我们上课还有一分钟 大家现在呢 可以先调试一下自己的设备以及网络 让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丽婉婉老师 稍后文文老师跟大家课后再见 没有去啊 这个太多的去观看这些内容可能遗忘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课程再次的帮助大家去唤醒已有的一些知识 这是第二个需要大家去完成的目标 那第三的话就是啊 搭建我们的知识框架 就是你总体啊 知道他如何考了 而且有些内容你是有基础的情况下 未来在我们在学习我们的计量课程或者其他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提高学习效率的 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接下来在课程当中啊 我们的所有的内容 包括大家去学习的内容 其实啊 综合来说就是围绕着我们同考的考勤 给大家去设计的 那给大家去讲的内容 也全部都是围绕着大家的一个大纲为依据的 就是我们每一年官方是会给大家去啊 这个出这个大纲 那通过前两年这个同考的情况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的就是它万变不离其宗 只要考核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围绕大纲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 也是围绕着我们的大纲去进行 那另外考察的提醒 大家在这个环节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考察的全部全部都是主观提醒 这个跟初级和中级一定要有做好一个区分 我们考察案例题的话是有三道 那这三道下面可能有啊 几个小题 那论述题的话是考核一道 那一共的话总分是一百分 有没有同学知道多少分几个 这个大家都有去了解吗 考试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基本情况是要了解清楚的 来 回应我一下 哎 大部分同学都说六十对不对 每次我们官方的话给予的就是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都是六十 但是有几个别的几个省份啊 可能略低于六十分 但是我们所有同学不用太关乎这个点 就是你只要记住 所有人你只要考到六十 你肯定这个比试是通过了 好吧 这关于同考的一些情况大家要知晓 那我们具体啊 在接下来的课程的一个安排的话 我们这个内容的呈现的话也是呈现这三个方面 大家要提前知道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会按照考纲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去把每一个部分包括有哪些章节 会提前给大家去呈现 就是给大家去呈现我们的考纲 那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每一个课程当中 每一章老师直接学了哪些点也会提前跟大家去说明啊 而且这些知识点都是我们初级中级高级 共有的一些关联的知识点 这是第二个点 那第三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独有的一个设计的环节 就是我们的记忆清单 就是我们在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跟上老师的节奏 那你听完了以后 我们会在最后下课之前给大家去 把我们今天比如说讲三章或者讲两章 每一章节我们的重点的知识点 带大家去回顾一遍 相当于就是一个复习的一遍 加深大家记忆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大家如果说你能够看到回放 或者说你已经购买 我看前面有说这个套餐的同学 你是有讲义的 这个课程我们是提供讲义 那讲义你下载了以后 我们在最后一个部分就会啊 老师也给大家去把这个 这个知识清单给大家去罗列上去了 所以说这个点就是我们每节课 你课上需要去掌握的 而且如果说课上没有掌握 课下需要去重点去看的一个点 一定要记住这个环节啊 就是我们在最后 课程最后会给大家去进行 记忆清单的一个梳理 那这是我们综合这个课程的安排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第一节课程 那这个课程在第二期的话 我们时间的安排 大家提前要知晓一下 是我们的11月底到我们的12月初 一共是六节课 每周二的或者和我们的周四啊 晚上的7点到8点半 进行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讲解 那今天我们首先带大家去学习的是 第一到第三章 那大家有没有教材 或者辅助的一个教材资料呀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第一和第三章 是属于哪一部分吗 这是我们提前需要去了解的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考纲来看 我们高级经济师 同样啊 人力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的第一部分也是组织行为学 没错啊 大家都说了组织行为学 那如果说有之前的教材 或者说了解过的 我们初级中级高级 每一个部分啊 在开篇 不是说立马就让你去学习 人力资源六大模块相关的内容 我们都是先要去学习组织行为学 那高级同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呢 其实在初级中级都给大家去解释了 那这块给大家去解释 关键是在于 可能有一些同学是 第一次学人力 他可能初级中级不是学的人力的 但如果是第一次接触人力的同学 你不要费解说 为什么我明明学的是人力 你刚开篇啊 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我们组织行为学 大家在学习之前要知道 他主要就是进行 这个调查或者理解 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的 就是去啊 通过了解了人怎么去做 或者他有怎样的一个行为 他有怎样的一些特点 了解清楚这个人了以后 那我们组织当中 才能够去对人下药 才能够做好有效的激励 才能够进一步进入到 我们人力资源六大模块 所以说我们高精也是这样去安排 那今天的话 主要先学习 我们第一部分当中的前三章 了解一下我们的个体 团体 以及他们在工作当中 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 那先来看第一章 个体心理与行为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到 有四个知识点 有我们的 先要去了解他的人格 以及人格 不同的经济学家 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和情感 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和联系 这个是大家要能够去区分清楚 那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 之间又有怎样的一个关系 那先来看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人格 这些决定因素 那在学习之前 可能有一些同学 第一次了解到人格 这一块 因为这部分的内容 它可能有些同学 是没有学过的 因为它是涉及到 是我们初级的内容 那大家现在 我们都想想 如果说你第一次看到 这两个字的时候 或者说你生活当中 别人谈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第一反应 能够去形容它 或者说跟它有关的点 你能够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你脑子里的第一反应 人格是什么 大家想想 能不能立马有一个词 去形容它 或者说立马跟它有关的点 或者说 大家看到这两个字 立马能够想到的点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 我们畅所欲言说一下 美珍呢 是不是之前听过 马老师的课呀 风格 性格 还有其他的一些点吗 还有不同的借点吗 其他同学呢 没关系啊 在晚安老师 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我们所有的 只要是关于 我们课程的内容 说到的时候 大家就畅所欲言的 去说就行了 错了没关系 其实啊 我们就是一个 探讨的过程 我看好多同学都说了 有些同学 应该是学过相关的内容 说的也很专业 有说品格品质 那其实啊 通过刚才老师这个 问的这个问题 就能够去解释 人格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我们现在看 专业的概念 是如何去描述的 他说人格是指 个体所具有的 与他人相区别的 独特而稳定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分隔 那他是一个人 在与社会相互交互 作用过程中 所形成的一个 相对稳定的动力系统 那通过我们的概念 这样的一个解释 再通过刚才我提问 大家几个想想 是不是 哎 好像就是我们刚才 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就是 有不同的一个见解 就是我们不同的 一个思维方式 这个侧面的 其实就反映了 我们每个人 不一样的一个人格 那进而 之前老师也跟大家说了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少会去说 哎 玩老师你是什么样的 一个人格 或者说 我们为同学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 很少会去提及 或者一提及 你也很难会找到一些 这个生活当中 一些词会去描述出来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就把它理解成性格 所以说很多同学啊 回答性格的 你就可以去结合 是去这样去理解 就是我们每个人 不同的一个性格 就是我们的人格 而且它是独特而稳定的 为什么独特 因为大家你看 说到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想法 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通过我们刚才这样去分析 大家要能够去理解 记住啊 那具体 我们每个人的人格 或者我们的性格 是如何去决定的呢 它为什么是呈现 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呢 我们要知道 它是受到两个因素 去决定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遗传 第二的话 是环境 所以为什么遗传 会影响我们的人格呢 我们来看 他说 人格是由其 基因决定的 因此相对稳定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生下来可能 天生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他外向 内向 这个是受他的 父母的影响 所以说他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定 而且他是我们形成的 物质基础 你就在我们记忆 人力当中的一些点的时候 你就想 只要是他先出现的 那一般他就是基础 这样去联想去记忆 那也要知道的是 我们虽然说遗传决定人格 但是他不决定说这个人 他从始至终就是这个样子 他也是可以进行变化的 只是短时间内 是比较稳固的 那长时间能变化吗 大家想想 他说短时间是稳固的 那长时间可以变化吗 是不是可以 因为我们长时间的话 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环境 进行再速到作用 我之前很多时候 讲到这块的时候 会给大家去说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成我们生活当中 跟另一半 你经常会觉得 为什么跟他生活了 一年两年了 很多他 你不能忍受的 他的一些坏习惯 你一直跟他说 他一直在强调说 他在改 他一直也承诺说他改 但是一年两年了 他依然还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通过今天的 这个内容的学习 大家也要尝试去理解他 就是因为什么 他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去改变 我们只有说是 给予他更多的一些时间 让他通过后天的一个环境 再去影响他 多给予他一些谅解和时间 那具体你接下来通过哪些方面 可以去改变他呢 我们来看看 一共是有六个方面 有我们的教养方式 教育背景 生活环境 社会经济基础 人际关系和文化 那这些词语 我们在记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考核到这块内容 你怎么去快速的把它去联想起来呢 我们就通过三个方面去记忆 你看教养方式 一个人他是受到怎样的一个方式 去长大的 或者说他的一个教育背景 是在国内上的学 还是国外 你就通过这两个点 你就想到 是跟教育相关的 是可以改变他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生活大环境方面的 是可以改变他 那第三个的话 就细小到我们的小的方面 跟自己有关的 比如说自己的一个朋友圈 或者说你自己成长的一个文化环境 是怎样子的 就是通过这三个方面 教育方面的 生活社会环境的 或者说个人方面的 这三个部分 是可以后天的去进行影响他的 这样去理解的去记忆他 不需要去死精被 而且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要知道 这六个 我们的文化的作用 尤其重要 这个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就想从大的方面去 联想记忆 就比如说 我们国外 尤其是比如说 一谈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 他是一些自由开放式的教育 都提倡什么 18岁 自己就独立了 对吧 自己去闯荡 而我们的日本的话 他可能再一提起来 就是什么 家族式的 可能有这个企业 也是他这个家族继承式的 他更多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熏陶 那这两个文化熏陶下的孩子 其实他们的一个差别 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样去理解 那综合来说 我们人格的决定因素 我们对于他的因素 这两个和我们的内容 如何去快速的 你在理解的基础上 去把它记呢 这块我们最后 给大家一个记忆的一个口诀 大家可以理解成 遗传式基础 环境再塑造 那遗传的话 就是我们什么 物质基础 它是一开始呈现出来的 对不对 那环境再塑造 就是你后天可以通过环境 把它再改变 通过这个点 一定要去记住 大家可以啊 尤其是第一次来听课的同学 可以写到自己的笔记上 或者说在我们的公评当中 大家也可以啊 反复的多念几遍 其实就是在记忆的过程 很好啊 我们的2148的同学 其他同学也是啊 要踊跃的积极的 多去念几遍 就把它记住了啊 这是我们做题的一些关键 那接下来啊 我们知道了人格 它具体啊 是怎样一回事了 那我们通过刚才去分析 通过刚才老师一开始 问的那个问题 就包括说我们常人也是 同样一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经济学家 或者心理学家 他们面对人格这个概念的时候 也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理解 那我们在第二个这个环节当中 就带大家去啊 提前先来学习 两大派人物的一个观点 我们核心啊 要知道每一派人物观点当中 他到底强调的核心啊 或者说他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核心 是因为什么啊 主要他的内容 要能够去理解和记住 首先来看我们的精神分析 那精神分析是我们啊 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话 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 就他对于人格的看法的话 他认为忍性 大家可以记到自己笔记上啊 这个是书上是没有的 是本恶的 为什么说他认为一个人 忍性是本恶的呢 大家可以看他核心的内容 他说首先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行为 是因为他脑子里各种各样的一个事件 他每天想的内容越多 他可能产生的行为是越多的 那具体他这个行为又受到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是受到我们这些内在根源的不断的冲突 一看到冲突这两个字 你就要联想到老师刚才说到的 他是人性是本恶的 就是因为不断的冲突 他才会产生不断的一个行为 就是这个理论他强调的 那第三个点 他说利比多是推动人格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个简单知道就行了 我们着重需要知道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对于精神分析当中 他认为人格的组成 他认为人格是有三部分组成的 有我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 那这三个部分当中 他认为本我和超我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为什么这样去说呢 就是我们假设啊 这是一个人的人格的高度 他认为最低的是我们的本我 就你做任何事情 如果说这个人他啊 所有的事情只要做的时候 他都为以自己为主 什么事情都给自己去考虑 完全就不考虑其他人的话 他就认为这个人是本我比较强烈的人 那如果说是我们是最高 就是在最高层次的话 是我们的超我的这些人的话 他更多的是什么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总为别人去着想 从来都不为自己去考虑 而中间的 也就是我们绝大多数处于的一个状态 是自我 就我们可能会自己啊 给自己考虑一些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不为别人去考虑 所以说通过这样去分析 其实自我是我们 从我来说生活当中 我们大多数人处于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就想 为什么他说本我和超我之间 是有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呢 大家觉得为什么 其实不难去思考 你就想 我们人和人之间也是呀 假如说我们俩之间差距越大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在思考呀 或者说行为方式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 那因此我们俩之间的矛盾 一定是越来越多的 而如果说我们的差距比较小的话 可能我们俩啊 就是比较合拍 我们俩在相处起来也是比较融洽的 那因此 本我和超我就是因为什么 他们俩之间差距越大了 太大了 一个在最底层 一个在最高层 所以说他们俩差距太大 导致他们俩之间互相都看不上对方 就是他们俩之间一直在打架 那这个人如果说一直在打架的时候 是不是他就可能这个人格就不健康了 我们不能自知不理呀 那因此就需要自我去调解他 让他恢复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大家如果在记忆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老师刚才给大家去分析的 这样一个点 可以去联想着去记忆呀 一定要知道是谁和谁之间在战争 谁去调解 大家能明白吗 能不能跟上节奏 或者说大家可以反馈我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节奏 可以吗 可以的话我们继续 好的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精神分析 对于我们人格的看法 那第二个我们人本主意 大家来看 他是我们另一派人物提出来的 他对于人格是有另外的一个思考 那主要的代表人物的话 是我们的罗杰斯 马斯洛 还有我们的霍尼 那这三个人物 他们提出来的观点跟我们前面 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 前面认为人性是本恶的 而我们人本主义 大家要记住 他认为人性是本善的 就我们任何事情在做的时候 不是说因为什么冲突呀什么 我们更多的是什么 因为自我实现 因为自己的一个需求 自己去促使自己努力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理论当中 我们核心要去记住的 就是自我实现这个点 而且他认为只要说一个人 他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这个人他主要就是通过自我实现去实现的 而且他把我们的自我实现 置于我们的一个顶端 这是主要是我们在后面 也会给大家去回顾的 我们的马斯洛的五个需要层次理论 这是大家在终极都有学过 我们一会儿带来大家再进行回忆 那我们着重啊 对于人本主义 跟我们的精神分析 大家着重要知道 他们分别强调的核心点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 就核心记住就是自我实现导致的 前面是因为什么 来一起回顾一下 前面我们精神分析是因为什么 都忘了吗 刚写完啊 前面是不是因为不断的冲突呀 所以说它是本恶的 哎 没错啊 回谋同学回答了 其他同学也要能够去反应过来啊 这是关于我们第二个 就是人格的相关的理论 那接下来我们进而再来研究一下 我们人人跟人相关的非常密切的 就是一个人的情绪和情感 是怎样一回事 而且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之间是怎样去联系的 首先来看 我们情绪的话 大家要知道 它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心理活动 要知道它是心理活动 它是人对事物的态度的体验 是人脑对客观事实与主体需要之间关系的反应 人们会根据客观事实 对自己的价值 对事物保有不同的态度 那这些态度的体验 就是我们的情绪 那具体情绪和情感 他们俩之间啊 不是一回事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少会去区分他们两个 但是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要把这两个之间的 尤其是区别要搞清楚 我们来看 人情绪的话 我们要知道 它是跟我们的有机的生理需要 能否被满足相联系的体验 那通过我们这个关键词的一个描述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一个人的情绪 是你与生俱来的 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带大家反应一下 一个人你有怎样的一个情绪 是你与生俱来的 你生下来就有的 还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有些同学说 与生俱来的 也有说后天培养的 我们要通过关键词来看 情绪它是什么 跟生理需要联系的 生理生理 生理是不是你与生就俱来的呀 是不是你与 比如说刚出生的婴儿 他的一个生理反应 他饿了就知道哭 他知道哭了 就有奶水喝 他可以吃饱 就是这就是你与生俱来的 是不需要别人去教你的 你天生就知道哭 知道笑 开心就笑 难过就哭 而我们的情感就不一样了 情感大家看 它是跟什么 人的社会需要相联系 复杂而高级的体验 你看到社会需要了就是什么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天生下来 一生下来你就知道说 我爱这个国家 或者我爱这个人 你不可能说 一生下来就要这样的一个情感 你更多的是通过后天 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 或者对于这个人的了解 你跟他不断的交流和交互 他的方方面面 你了解清楚了 可能你才能够去说 我是热爱这个国家的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情感 就是情感 它是我们后天才能够去有的 而情绪是你与生俱来的 这是我们通过这一块 区别这块 第一个大家要能够去知道的 那产生的顺序 那就毋庸置疑了 那一定情绪是最快的 对吧 你直接的 你一看就能看到 他是开心了 还是难过了 就是情绪是反映在先 而情感体验是在后面的 那起因 首先情绪是由我们事物的表面现象引起的 可能直观你一看到这个东西 对吧 你很喜欢 那你直接表达出来的就是喜爱 或者说高兴的一个状态 就能够看到你是高兴的一个情绪 而我们的情感呢 它更多的是跟我们事物的深刻体验 你啊 可能相处了很久以后 你才知道爱 你是爱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在理解的是 要能够把这两个的一个先后顺序 以及它的起因区别 要能够去明白 那同样 它们有区别 一定也是有联系的 来看一下 首先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无论是情感也好 还是情绪也好 它都是我们的一个心理活动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情绪是情感的外在表现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对于这个人 如果说他爱这个国家 或者说他爱这个人 他是通过什么 情绪去传达给他的 我们这个情感更多的是在心底 所以说外在表现的是情绪 而如果说内心的是我们的情感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情绪的变化 它是受到情感的制约的 在特定的时候 那些与生理需要相联系的情绪 会因受情感的社会内容的影响 而改变原始的形式 就是可能你在表面的时候 你可以呈现出你喜欢这个人 或者说 你喜爱这个人 你高兴 但是如果说你内心 一旦说有变化了以后 你可能在呈现的时候 也会立马就发生变化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分析 大家想想 我们情绪和情感 谁是起到主导作用的 大家想想 能不能反应过来 谁是起到主导作用的 一定是情感 对不对 小杨的同学反应的很快 因为什么 情绪它是受到情感的变化 那个影响会变化的 所以说情感 它是起到主导作用的 这是这两者的一个区别 我们通过这一块 也要能够去区分清楚 那在最后 我们记忆清单的环节 会带着大家去回顾的时候 大家能够去反应 先自己去消化一下 能够去理解了就可以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我们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 又有怎样的一个关系 首先来看一下 态度 我们是 我们先来看的是 弗里德曼这个观点 因为态度它认为 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事物 观念或他人稳固的 有我们的三部分组成 有我们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倾向 那它强调了态度的组成性 就是这个理论 它相对于我们书上 可能有教材的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的态度的一些理论内容 书上是呈现很多的 那我们广泛认可的 一定是可能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在应用的时候 也比较好去写的 所以说我们在基础重塑课的时候 提前带大家去学习 这个弗里德曼这一个观点 那他们分别这三个组成成分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展开着 来了解一下 首先第一个组成成分 他认为一个人的态度 是由认知去组成的 那认知的话 就是人们对外界对象的 一个心理印象 包括有关的事实 知识和信念 那通过它内容的分析 其实我们翻译成 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 就是其实就是 它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认为是什么 或者说它的一个理解 是怎样子的 对吧 比如说你在认知成分 这一块理解的时候 就记住 它描述的内容就是 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它 就是我们其余两部分的基础 你看到又有基础了 还想起刚刚刚 高材班老师跟大家说了 是不是 只要是先出现的 一般都是基础 所以这个点 你在记忆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联想记忆的时候 还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说认知成分刚出现 所以说它就是我们 这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 一个基础 那第二个成分的话 是叫情感成分 那情感成分是人们 对态度对象肯定 或者否定的评价 以及由此引发的 一个情绪情感 那看到这个内容 在描述的时候 我们在如果说翻译成 自己的一个理解 大家觉得是什么 从我刚才去分析的 认知是什么 翻译成是什么 而情感成分 一看到评价的时候 我们在理解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成 他对这件事情 是喜欢呢 还是厌恶呢 就是他的一个评价 你在理解的时候 这样去联想的去想 那他的话 是属于我们 这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 核心与关键 它既影响我们认知成分 也影响我们 最后一部分的行为倾向 那这个在联想记忆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点 就是我们只要在 如果说人力当中 学习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它有三部分组成 或者说有四部分组成 只要是中间的 它一定是对于两边的 无论是外 这个哪边的 里边的还是外边的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情感成分 它作为中间的 也是对于我们的认知 和行为倾向 都会有影响 那最后一个行为倾向 一看到倾向 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也要脑子有想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行为 行为倾向 是不是就是行为 肯定不是呀 对吧 倾向倾向 意思是这个事情 做没做呢 大家想想 做没做呢 所以这件事情 还没有开始做 只是准备去做 对不对 所以说行为倾向 它就是人们 对态度对象 所预备采取的反应 具有准备性质 所以说我们在 理解的时候 其实还理解成 准备要做什么 那它的话会影响到 人们将来 对态度对象的一个反应 但是一定要记住 它是不等同于 我们的一个外险行为的 没错 也可以理解成 是一个趋向 对吧 还没有开始去做 那这三个 我们弗里德曼 这三个 态度对组成成分 首先大家一定要 能够去知道 是有哪三个 另外的话 就是对于它的内容 通过老师给大家 去总结的这些关键词 你要能够联想 去记忆它 没错 二十四八 同学非常好 这是关于我们 第一章当中 所有的内容 带着大家去 先去学习到 那么接下来 继续我们看 第二章 团体心理与行为当中 会议大去讲到的是 有三个点 首先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 在团体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组织当中 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只要是 人多的地方 那我们就设计 比如说一个公司 那你如何去激励 这个员工 对吧 你了解清楚了 这个人的一个人格 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他有怎样 那些情绪情感 那你知道这些了 你得去对正的 去激励他 让他去得到 满足他的这些需要的时候 那他才会去努力去工作 所以说我们在 激励理论这一块 一起来回顾一下 大家所有人 都学过的一个理论啊 这个可能有些人 还记得 有些人如果说 考的时间比较久的话 可能有些遗忘了 我们一起带着大家 去回顾一下 我们的马斯洛的 需要层次理论 相关的内容 以及他的一个评价 那具体第二个的话 我们知道了 相应的理论 那在实践的时候 用到的方法 我们会给大家 大家去学习 参与管理 他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在 人跟人的沟通过程当中 我们也想 不是说每一次沟通 一定都是有效的 那具体受到 怎样一些沟通障碍 这些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 王老师 跟大家上课也好 或者说大家 日常生活当中 跟自己的同事 或者说跟自己的伴侣 去交流也好 可能都会有些沟通障碍 那到底是因为 哪方面出现了问题 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也可以帮助大家去 做一个解惑 那现在看第一个 就是关于我们 需要层次理论 大家来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需要层次理论 它是我们的 美国心理学家 马斯洛提出来的 那他将人的需要 由低到高 分成了五个层次 这是我们中极 大家都学过的 那这个理论当中 在中极就强调 我们首先你对于 这五个层次 它的顺序 由低到高 你不能这个激魂了 而且一定要去知道 是有分别哪几个 来大家一起看 首先的话 从最低级 我们的生理需要 到我们最高级 自我实现 这五个需要 你要能够记住 另外对于我们 高精的同学来说 我们的要求更高 你需要知道 它每一个层次当中 包括的内容 是怎样一回事 不是说它包括的内容 书上怎么去写 你必须缘分不动的 去记住 你更多的是 理解了它是在说什么 如果说考核到 你要能够去写出来 它每一个环节 它关注的点是什么 就比如说 生理需要 最低层次的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最低的一个需要 就是我们首先 要能够生存下来 对吧 其实就可以理解成 生存下来需要的一些东西 小小牛说的很棒 说衣食住行 就是我们像描述的这些 你需要得有水 有食物 能够居住 睡眠性 这些都是我们一个人 生存的基本的一些条件 只有满足了这些 我吃饱了 穿暖了 我才能活下去 对吧 所以说 这是我们最低级的 就是生理 那生理的满足了以后 那我可能就要去考虑 考虑我的安全 对吧 那就要进入到 我们的第二个层次 那第二个层次 安全当中 我们也是包含有两部分的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安全 和经济的安全 这个大家要能够分开去理解 身体的安全 更多的是什么 不受到外部的一个侵害 对吧 我身体 不会受到别人的一个伤害 那经济的安全 更多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 我得有这个 养家糊口的技能 比如说我有工作 对吧 你这个不解雇的承诺呀 或者说每个月 我能有正常的一个 维持生存的一个 保障的一个钱 对吧 经济的安全 就是这方面的 那只有说 生理和安全需要 都满足了以后 那老话说的好 先谋生再谋爱 我们生存下来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能需要去 更多的一个需求了 我们需要去找 这个亲情的一个方面 或者说爱情 或者说友情 也就是寻找爱的方面的 就是我们的归属和爱 是我们第三个层次 那前三个 其实我们在马苏洛 需要层次里面 它归为了 就是我们低级的 就这三个是我们基本上 每个人都可以去达到的 或者都会去追寻的 那如果说一旦这个人 可能他发展的比较好的时候 他会进入到高级的需要 就这三个都满足了 我们可能会 开始追寻尊重的需要了 那尊重的需要 同样也是包括 内在的尊重 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可 那还要去看 外部的一个眼光 别人是否尊重他 别人是否认可他 那最高的是 我们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话 就是可能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就这种人 他不是说像我们大多数人 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 更多的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 对吧 我们一日三餐 维持我们的正常的生活保障 而这类型 只要说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更多的是什么 他工作不单单是为了生活了 而且他更多的是追寻的是什么 个人的理想 就是他 可能在这个经济实现自由的时候 就会达到我们自我实现的一个需要 也是最高层次的 那我们前面是在哪一个理论的时候 提到过这个呀 来联想记忆一下 我看大家有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啊 不能说边学 你听着好像乐呵乐呵 过去了 我们要能够去联想去记忆 哎 小小牛同学非常棒啊 其他同学都反应过来了吗 是不是我们在人本主义的时候 提到了呀 就是我们马斯洛把我们的自我实现 置于最高顶点 就是在说这个层次 需要理论当中的内容 大家同学也要能够去反应过来啊 这是关于我们这五个层次 大致大家要有一个回顾 那么接下来对于我们这个层次的内容 和他的一个评价来看一下 首先内容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主要的观点 马斯洛认为 需要层次理论 首先啊 人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五种需要的啊 不管说你是王老师也好 或者说我们每一位所有的同学也好 甚至说我们的马云爸爸啊 你再有钱或者再怎样 你都会有这五种需要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 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强烈 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在经济不同的一个状态下 肯定你对于某一个层次的一个需要强度是不同 那第二的话就是他认为 未满足需要的行为是主要的激励源 那已满足的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了 那大家想想是这样一回事吗 结合现实去想一下 如果说你确实 生理需要或者安全需要达到了以后 那你就对你没有激励作用了吗 有些同学说是 有些同学说不是 那首先啊 肯定是不是的 你想即使说你腰产万贯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一下你的安全吧 对吧 所以说即使说这个满足了 你也会对你有啊 可能激励的效果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但是也是会有的 那这个就是马斯洛的观点啊 我们要知道 他说的可能也有一些点是不合理的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也要有这样一个辨析的能力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他说 五种需要层次越来越高 当下一层次的被合理的满足后 个体才会追求上一层次的需要 这个刚刚才老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一致的 就是说你难道说只有说是啊 胜利的时候 你只有说是一不果夫的时候 你只追求这一胜利需要吗 你就不想一下你的安全了吗 肯定也不一定对吧 你肯定也是先要生存下来 你才会考虑吃喝 就是说这个啊 也没有说是严格 如果说通过我们现实的一个思考的话 它可能也是存在一些啊 不是特别合理的一些点 但是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如果说人家描述观点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带着自己刚才老师问的 这个辨析的一个观点去回答了 你更多的就是人家马斯洛怎么认为的 你就怎么去回答就行了 那如果说是让你去评价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时候 你就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按照我们刚才辨析的一些思路去想了 就第一个就是我们想想 就刚才说的 这个理论它其实也不是十分的准确的 我们无种层次的需要并不是严格的成解体关系 不是说你生理论满足了 你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我们可能也是同时进行 同时都需要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而我们第二个 他说不是某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 就不再具有机理作用 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最后他说不是只有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 我们的高级需要才具有机理作用 就是这个在理解 或者说我们在写这一块 或者说我们在看我们的案例当中 问的这些点的时候 你就要关键让你看看 你要去分析 他是在让你回答他的观点的 还是评价 那评价我们在写的时候就记住 这是我们认为的 自己的一个理解 自己的辨析 而我们如果说写他的内容的时候 不管他说的对与否 你都要按照马斯洛说的去写 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观点就是马斯洛认为的 而评价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去辨析的 好当 这是关于我们第一个 需要层次理论 那么接下来知道了 他相应的一个激励理论了 我们具体如何去激励他们 我们会用到一系列的方法 今天时间的原因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种叫参与管理 那一看到参与管理 参与管理 好像就是我们的员工 跟我们的领导 是不是一起去进行决策呢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就是让我们的下属人员 实际分享上级的决策权 就是参与管理的一种做法 那大家几何限制就想一下 我们现在都是啊 企业的老板 我是蓝老师 利总 大家可能每一个人啊 你现在就是公司老板 你想一下 如果说你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你希望什么事情 都由别人跟你去啊 讨论这个 做出一个结论吗 你希望所有的事情 都让别人去啊 帮助你拍板 或者说做决定吗 大家想去 你希望这样吗 是不呀 小小牛说不 肯定我们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头人 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自己啊 有一些权威的 我们有一些自己 哎 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自己一些 多有一些权利 就是说我们在真正实行 这个参与管理的时候 企业当中也不是说啊 任何事情 我都要让这些员工参与进来 只有说我们需要它的时候 或者这件事情 确实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会采用这种方式 那什么时候会需要它 或者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呢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啊 需要 也就是什么时候啊 什么样的一个理由的情况下 你是需要进行参与管理的 大家想 如果说这件事情 简单的话需要吗 这件事 如果说很简单 你自己一看 你都知道 哎 这件事情应该选A 或者选B 这样去按照这个方案去做 那肯定就不需要 他们进来跟你去讨论 对吧 浪费这个时间 所以说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什么 这个事情它确实很复杂 我自己 或者我这个领导 我确实也对这方面 不是很了解 我们需要群策群力 我们需要让他去加入进来 帮助我们一起去分析 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就是十分复杂的时候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事情 跟其他的一个工作 或者其他的部门的一个工作 联系非常紧密 你单纯的让一个部门的参加 或者说你单纯自己去拍板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周到 就是说他们依赖程度高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他们进行参与管理 那第三的话 就是可能我们在现实思考 这个生活当中也可以进行思考 就是如果说这个领导 他直接拍板做一些决定 可能即是他的对的 但是给予你这个方案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些点你是不理解的 你就觉得 哎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 可能会有一些质疑 但是如果说一旦让你去参与进来 我们最终一起去讨论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 那你在做的时候 肯定你是认同的呀 因为你参与了 认同但是可以增加的 而且最后一个话就是 我们可以增加工作的有趣性 因为你参与进去 你才知道 原来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于我们公司 或者对于我这个岗位 我有怎样一些帮助 你觉得原来我的工作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也是可以增加我们工作的有趣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 参与管理的理由 一共是有四个 我刚才去分析对吧 你工作复杂的时候 或者说依赖程度高的时候 或者说可以让工作 这个认同感有趣 就是我们参与管理的理由 那大家在理解的时候 就把它理解成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的时候 就是什么 三工作一认同 快速这样去记忆 三工作就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三个 大家一认同的话 就是认同感 而我们跟条件这一块 要做好区分的就是 很多同学在学习的时候觉得 理由和条件根本好像分不清楚 就你现在好像 老师给大家去罗列出来了 你能够去看出来 这是理由 这是条件 但是你看到自己的书本的时候 你就想太阳之间有啥区别呢 那你看 老师给大家去总结了 理由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是为什么要进行 而我们条件是什么 你有什么才能够去参加呀 你不是说谁都能让你来呀 我们有什么呀 首先你第一 你要有时间 你自己的工作 你做好了吗 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领导 或者说你的其他一些同事 他们是允许你吗 有没有去协助你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挤出来去做这样的一个 参与管理的事情 而第二的话 就是与自己的自身利益 是有关的 就我们讨论的这件事情 一定是跟你自己工作 或者说跟你部门的工作 是有关的 你才有必要去参加 如果说八竿子打不着 我们销售部的事情 让你一个研发部的过来 可能你们之间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 但因此也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第二个 需要参与的条件 第三的话就是有能力 你得能够提出见解 不能说你来了 就在那听着 你听还不能 不一定能听得懂 所以说你必须有 这方面的知识技能 那第四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权力 或者地位不受到威胁 能够保证他能够去 畅所欲言 把他知道的 或者想要说的 说出来 那这可不单单说是 是我们 比方说给予他这样的一个权力 说话的权力 更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企业 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支持 因为我们 集合现实也想 很多 尤其比如说政府部门 可能他的一个等级 就比较森严 他就不强调这种行为 不强调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说这个组织当中 他是提倡参与管理 这种做法的时候 他才能够去 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去参与进来 这是第五个 那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 要考虑参与的这个人 他的一个需要 或者他的一个兴趣 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 他是比较 这个努力 或者说他比较喜欢 做一些对企业 了解更多的一些事情 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 他非常愿意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希望 把自己那一目三分地 干完了就行了 我上班就上班 结束了就不要让我去 参加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个兴趣 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综合在理解和记忆的时候 就把老师给大家去总结 这些关键点去记住就行 就我们什么时候 是可以参与进去 也就是你有什么时候 可以参与我们的参与管理呢 就是什么 你有时间 有能力 有支持 有兴趣的时候 你是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参与管理 你才能够去有资格 这是理由和条件 大家能够去区分清楚的 一是为什么 一个是为什么 一个是有什么 要把这些关键词 能够去理解和记忆清楚 这是关于这块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继续再来看 我们最后第二章当中 谈及到的是我们团体 沟通及沟通障碍 就我和你之间 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怎样是属于沟通 而且会受到哪些方面的 一个因素的影响呢 先来看 那沟通的话 它认为是指 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 它是一种通过传递观点 事实 思想 感受和价值观 而与他人相接触的途径 那它的目标 就是使我们的接受者 理解信息的含义 那接受者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要翻译成 自己的理解 它是指我们 这个沟通过程当中 说的人呢 还是听的人呀 大家反映一下 接受者是指谁呀 哎 一定是听的人 对不对 那因此 我们沟通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什么 你听的人 这个听懂 你在说什么 就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那大家想 我们其实不是每一次都有啊 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都那么顺畅 那具体会受到 哪些方面的一个影响呢 我们一共啊 在书籍当中 给大家提到 是有四个障碍的 那尤其是前两个啊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能够去 重点去看一下 因为它相对来说 也算是专业性词汇 比较强一些 后面两个是一看 我们就能够去理解的 而前面两个的话 我们更多的 要能够去区别出来 那区别的关键 在学习之前 老师给大家去强调 就是我们首先 过滤作用和选择生之举 我们在理解记忆的时候 重点先要去区分清楚 是说的人出现了问题 还是听的人出现了问题 小小牛 给大家抢打了 来看一下 首先过滤作用 他说什么 信息的传递者 为了迎合接收者的需要 故意的操纵了 我们的信息的传递 对信息进行了筛选与整合 如果我们的组织层级 他说越复杂 过滤作用就越大 信息失证的可能性 和程度就越大 那通过刚才 很多同学也反应过来了 说什么 过滤作用其实就是什么 传递者传递者就是什么 说的人出现了问题 对吧 说的人他故意的操纵了我们传递的信息 那大家在理解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上下级 工作当中的上下级 在汇报工作的时候 那是不是这个下级一般就是承担这个说的人 对吧 他要汇报工作嘛 而我们上级是听 那下级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如果是操纵的时候 他为什么操纵 大家想想 是不是就是因为 在汇报的过程当中 他尽可能要放大他自己做的好的方面 对吧 让上级知道 哎 他确实还是不错的 有能力的 而他一些做的不好的 他就弱化一些 可能就少说 或者甚至不说 这是他为什么 这样去做 也就是导致我们沟通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障碍 那因此大家也可以能够进而去理解 他说层级越复杂的时候 我们过滤作用可能就越大 就是因为什么 每一层你都这样过滤了 每一层都减好听的去说 那到了这个高层的时候 他听到的可能这些点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对不对 哎 没错 就是突出好的方面 弱化不好的方面 所以说我们在理解记忆的时候 很多同学我看 应该是第一期有听过的 老师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个 记忆的方式 就叫过滤的说 哎 你通过这四个字 你立马就能够去联想记忆起来 他在说什么 就是什么 说的这个人 他操作了信息 所以就是过滤的说 那选择性知觉的话 他恰恰相反 他是什么 接收者 接收者是谁 接收者是谁 是说的还是听的 接收者 是不是我们听的人 对不对 他 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根据自己的需要 动机 经验 DV等等等等 选择的去看 或听信息 那这块 我们在 想的时候也想 就是刚才那个例子 那在汇报工作的过程当中 那作为接收者 也是作为上级 如果说我去听的时候 我是听什么信息 也一定是听好的吗 大家想想 他在听的时候 也一定是听好的吗 肯定不是呀 对吧 他肯定是听自己感兴趣的 那这个听的感兴趣的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不好的 就关键就在于 他看看对于这个人 或者说他想要去了解的情况 是怎样子的 所以说他更多的就是听 自己感兴趣的 或者看自己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接收者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障碍 那同样 如果说 像我们后面这个例子也是 如果说拥用到不同的部门也是 我们同样一份项目报告 生产部的和我们的财务部的 他关注点就不一样 他肯定是关注什么 自己感兴趣的点 对吧 生产的肯定关注 生产相关的 而我们的财务就关注什么 跟钱有关的呀 所以说选择性知觉 更多的就是什么 听的人出现了问题 他接收信息的时候 自己去听或者看 自己感兴趣的 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同样也是死的 选择的听 以通过我们的关键词 听和说 你可能区别出来 到底是哪个主体出现了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尤其第一次听课的同学 通过我们刚才这样去分析 要能够去明白啊 这前两个 如果说搞定了 后面两个就好理解了 那第三个 情绪因素的话 就是我们信息中啊 常常是夹杂着一些情绪的内容 但它跟我们其实传达这个信息 是没有关系的 你情绪好 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们在沟通 这个过程当中 沟通的信息也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会 啊 这个领导宣布完了 那可能 如果说问大家意见的时候 问到白岩老师了 如果说我今天心情特别好 啊 我可能啊 没看见笑 我可能说我同意 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早上出来的时候 可能就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影响我的心情 本身其实跟我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问到我的时候 我可能就说 啊 我同意 这同样的一个情绪状态 可能在对方听起来 可能他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就像 哎 是不是他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或者他对我有什么样的意见 对不对 这也是可以导致我们沟通的一个障碍的一些因素 那最后一个语言理解能力的话 就是同样的表达 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也会导致我们啊 这个沟通产生障碍 那这个最多其实典型的就是受到我们的一个 知识的一个啊 这个相差的一个点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一个啊 可能只上过小学的这个同事 或者说跟一个高学的一个人群 他们面对同样一份啊 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 可能他们在关注的点呀 或者说在理解的时候 肯定是区别是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的语言能理解能力 那以上啊 这四个 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造成我们沟通补偿的一些啊 四个原因大家要能够去理解 并且知道他们分别是怎样一回事啊 这是关于我们第二章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章 工作态度与行为 那工作态度与行为这一块的话 核心会给大家去讲到三个点 我们先来了解的就是我们什么是工作态度 来看一下 那前面我们说到了态度是由谁组成的 是不是三个部分 有我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 那跟工作加上工作两个相关的时候 大家就想 其实就是什么 只要是这个态度跟工作挂上钩的 就是工作态度啊 很简单就这样去理解 我们核心要去知道的是 工作态度是由哪些组成的 这口我们要知道 是有这三个啊 这个大家是要能够去记忆住的 首先第一个的话 它是由我们的工作满意度 也就是它对于这个工作满不满意 只是单纯的对于工作 那第二的话就是工作投入度 就这个工作当中 它有多少时间都花费到了工作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 哎这个人把他所有的精力啊 他的所有的这个工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生活 其实就是在描述他的工作的投入度 那最后一个组织承诺啊 也叫什么组织忠诚度啊 他更多的比我们的工作满意度 大家要在这块要知道是范围更广 就他不单单对工作的一个满意了 他更多的是对于这个组织的方方面面 都满意到就是组织承诺 在这个概念这块 我们首先要知道工作态度 这三个组成 那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点当中 我们核心现在去啊 基础重塑课的话会给大家去展开 先来学习我们的第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工作满意度是怎样一回事 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首先工作满意度 它是员工对自己工作啊 看到喜欢不喜欢的情感或情绪的体验 那工作满意度的话要知道 它一般都是对于某一个人的一个啊 态度的一个描述 而如果说是这一个团体 它满意度高不高 我们不用工作满意度 是用什么 士气 要能够知道 所以通过概念我们就核心知道 其实工作满意度就是什么 你对于这个工作认不认同 喜不喜欢 那它主要是受到怎样一些特点呢 一共是有几个特点 这个也是我们要能够去知道的 一共是三组 第一组的话是叫整体性和多媒性 那整体性更多的是 员工对态度的总体的满意程度 比如说我对于这个人或这个工作 总体的一个描述 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啊 那个好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 这个刚见面 可能寒暄的时候会问到 最近怎么样呀 工作顺不顺利 可能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经常会说 还可以吧 是不是还可以吧 就是对于我们满意度的一个什么 整体性的一个评价 就我们整体知道 还是满意的 那到底是哪方面满意 或者哪方面不满意 通过我们的整体性 大家能够去分析 去分清楚吗 或者说能够去分析出来吗 大家想想 能不能分析 分出来 或者说能不能去了解到 是不可以啊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什么 所以说去出来什么 多伪性 我们要通过不同的维度 比如说这个工作 它的工资 我满不满意 或者说这个公司 它一个氛围 我满不满意 这些人 我满不满意 就通过多个维度 我们不同的一个调查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知道 我到底对于这个工作 不同方面的一个满意 满意程度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我们的多伪性 这是整体性和多伪性 它的一个概念 那包括这是工作 我们对于人也是 假如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 对吧 你很好 但是我们不合适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评价 那到底哪不合适 你是觉得它太邋遢了呢 还是什么 这个不上进 或者等等那些方面 这些通过各方面的了解 我们才知道 到底是哪一个方面 你对于它不满意 所以说更多 我们如果说真正想要去详细了解的 更多还是需要通过多微信 去了解这个人的满意度 这是第一组 那第二组的话 我们要知道工作满意度 它的稳定性的呈现 就是满意度的话 我们一般是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 才能够去形成的 就是它有一定的稳定性 就你对于这个公司 你刚加入 你就能够去说 你对这个工作很满意吗 你能评判出来吗 肯定不一定啊 一般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还没有去正式的去了解 它的分方面面 只有说工作了一段时间 可能我们的一个满意度 才会去呈现 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 而且要知道 我们如果说 在行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满意度 如果说下降的 比我们的行程是要快的 这个跟生活当中 也是一样 一个样子的 包括你对于这个工作 或者对于这个生活 都是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人 或者工作 你对于他满意 可能需要方方面面 比如说给你工资高 或者说各方面 你都满意了 可能你这个满意度 会逐渐的去上升 但你一旦说 啊 突然有一个点 触发到你觉得 啊 影响到你 或者说你不开心了 那即使说前面 有再满意的满意度 它立马都可能会降为零 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人性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 它下降是比我们的上升 是要很快 快 这个更快的 那最后一个啊 就是我们环境的影响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满意度 那首先要知道 工作 它是我们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部分 这也结合现实去想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 只有8个小时在工作 我们国家规定的是8个小时在工作 那剩下的时间 我们都是生活 所以说 工作满意度 就是我们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部分 而且员工工作之外的一些环境 比如说家庭啊 或者其他一些社会环境 对于我们的一个工作的满意度 也会有影响 虽然说它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一个人的情绪 前面说了 也会可能带入到工作当中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满意度 这是关于我们这三组特点 大家要分别知道有哪三个 另外要知道每一个描述的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在记忆的时候 同样也给大家去 在理解的基础上 总结了一个记忆的关键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整体多文镜 去记忆 整体就是我们的整体性 多就是多伪性 文就是它稳定性的一个谐音 静的话就是环境的影响 就通过这几个 你立马能够联想起来是分别哪三个 进而其中每一个给大家去讲的很详细了 大家如果说考核到了 你要能够去写出来 每一个他在说什么意思 明白吗 这是关于我们这一块 这是关于它的概念和特点 那接下来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工作满意度的理论 我们在实践的时候会用到怎样的一些理论 一共会学到三个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 是叫工作满意度的音速模型 这个其实如果说考核的话 在案例题考察的时候 还是很容易去可以用到的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案例当中 让你去区分 或者让你去分析 用哪一个音速模型去分析 我们的工作满意度 所以说我们在基础重塑课的时候 着重是需要去理解 每一个接下来学到的这几个理论 它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而且它分别是可以去研究出来哪些点 就比如第一个 我们这种模型 因素因素 它是由工作分解成许多个因素 然后分别考察每个员工的 每一个因素的满意程度 那最后我们总体的满意度 就是因为 由我们的每一个因素的一个满意度 累加而得的 所以说 我们在刚才这个概念当中 就可以分析出来 它其实结合的 就是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 工作满意度的哪一个特点呀 能不能反映过来 多个因素累加而得 这是哪一个特点 能不能反映过来 大家反映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多维度 多维性对不对 通过多个维度 就比如说我们工作当中 我们的薪酬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同事是什么样子的 工作条件是怎么样的 组织规定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因素 我们都罗列出来 每一个分别去调查 这个员工对于他的一个满意度 最后累加出来 就是我们可以去得出来 这个人他对于这个工作的满意度 这是他具体呀 如何这样去操作 大家能够去知道 但是你在使用这种模型的时候 就需要去注意了 就如何能够保证 你这个调查的结果是有效的 或者说 他的准确性呢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不要疑论我们重要的因素 否则就会 这个导致满意度调查结果的片面性 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际 如果说使用到这个理论的时候 可能比较难的一个点 因为你在写的时候 肯定我们每个人 他在想或者说 去编写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的全面 不会把他的方方面面 每一个一条不落的 不落的去罗列出来 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就要去注意 这个方面的一个点 那第二的话 就是对于不同的员工来说 不同的因素 可能对其工作满意度 是有不同的贡献 或者影响程度 也是有差异的 这也不难理解 比如说白岸老师啊 我是山西人 白岸老师是家里 煤矿老板 我来工作就是体验生活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就不看中这个薪酬 我更多的就是这个 看中这个工作的环境呀 或者条件 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说这些方面 可能对于我来说 我就比较看中 那他对于我的一个 满意度的影响就比较大 反而可能有些同学 或者有些同事 他是比较看中 是薪酬不到 他觉得其他什么条件呀 都无所谓 你只要薪酬给到我足够高 我就满意了 家里有矿是不是 对 所以说侧面的 就通过刚才这样去 大家去理解就是什么 每个人可能情况不一样的时候 不同的即使说同样一个因素 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影响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激励的时候 我们一定为什么前面 在开始也要去研究 每个人的人格呀 或者他的一个情绪 是怎样子的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一定得了解清楚了以后 对症下药 才能够去做到说 你这个激励一定是 什么有用的 不然说你如果说 每一个人都用同样的一种方式 那肯定你最终这个激励的效果 不会达到你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 只有说按照不同的人的一个需求 你给予他不同的一个激励 那因此我们才能够 看到满意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侧面去能够去联想到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接下来大家看第二个 是我们工作满意的差异模型 一看到差异差异的时候 你就要脑子里想 这肯定是不是要比较呀 有差异肯定是 不能说我自己有差异 我得跟别人去比 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 就这个工作满意的差异模型 就是嘛 用你的理想当中的工作 和你现实当中的工作 进行比较 那肯定理想当中 我们每个人想的都比较美好呀 那最美好的就是 老师给大家去想的 放在这张图片当中呈现的 活少钱多利家境 这种每个人都畅想到 但现实生活当中 肯定总有一些点 是有些不尽容易的 对吧 不可能说你恰好 这些点都满足了 那当然如果说有的话 那更好 那肯定是我们要去期望的一件事情 但实际生活当中 肯定是会有一些差距的 那如果说我们组织当中 知道了员工有这样一些期望 那也知道我们现实的工作 跟他有差距 那也不能说坐以待毙 知识不理 如果说你就这样 也没有进行改变的话 肯定我们的一个企业当中 人远是流失呀 或者说其他一个方面 不是很好的 那你如何进行调整呢 那也不能说他需要什么 你都能够去满足他 对吧 我们更多的是要知道 在这个理论当中 我们强调的这个点 就是我们要重视 员工对工作 合理的期望 并设法去满足 合理这两个字啊 中国汉字 还是非常严谨的 尤其要知道 合理这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是说什么的 你想什么就给你什么 更多的是什么 你在我能力范围内 而且你的这个要求 是合理的 比如说你这个能力 确实很强 那我确实应该给到 你一定的一个薪酬 那这就属于合理的 反而说如果说你本来 确实你就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你还这个忘加 想一个非常高的薪酬 那就是不合理 对吧 就是我们更多的要知道 就是当中满足 合理的期望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员工 也是可以满足他的一个 相当的一个满意度 而且他这个 这个留存下来的一个机会 也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 差异模型 那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工作满意做 均衡水平模型 那这个模型的话 是认为我们每一个员工 都是有他典型的工作满意度水平的 称为均衡水平 那工作当中 一些情境因素 可能暂时会改变员工 一些满意度水平 但是满意度最终还是 不管你是怎样去波动 它依然会回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那用一个图 我们在坐标轴当中去呈现的话 他一般就是这样去认为 比如说一个人 我们的均衡满意度 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他这个人可能 比如说就把老师 可能我如果说这个月 或者某一周 我做的很好 那领导表扬我了 给我加钱了 奖励我200块钱的绩效 那可能我的满意度 可以上升到一个点 但是给我上了 这个200块钱 也是就这一周奖励我的 那以后也没有了 那也不可能 就因为这200块钱 我的满意度一直持续高涨 这也是不现实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 可能我就忘了 或者说我觉得 我又回归到正轨的时候 我可能就又趋于 我那个回到 这个均衡的一个水平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又因为迟到 或者其他原因 罚我钱了 或者说让我有一些 不满的情况 可能我会又降到 均衡水平下面 那又过了一段时间 也不能说 我持续就是这样的 一个低落的一个情绪 那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又回到 我的均衡水平 那又遇到好事情 又这样上升 又这样下降 就这个理论 他就认为 不管说你遇到好的 或者说不好的事情 你都会拨动 但是无论怎么去拨动 他最终都会去 这样的一个均衡水平 所以说我们在实践 或者又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你就要想 为什么要用 这种方式去分析呢 反正他都会去 最终为什么 你还要去分析 到底对你有没有好处 大家仔细仔细想想 是不是因为 你就想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拨动的一个分析 也是可以侧面去了解到 比如说 加薪对于这个员工 他的一个满意度 持续的一个时间的周期 你是可以了解到的 假如你给他加了500块钱 他这个持续高涨的工作满意度 可能可以持续到几个月 或者是半年的时候 那说明这500块钱 是非常有力的 反而说如果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分析 了解到说 给他加了500块钱 他这个工作满意度 只是持续了一天 或者两天 那因此这500块钱 就没有必要去 做这样的一个激励 就是我们就通过 这样的一个分析 可以去侧面去了解到 怎样的一种激励方式 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 对于这个员工 他的一个持续的时间 是怎么样子的 侧面你可以去了解 到底这个激励的一个方式 要不要去采用 没错 二十四大的同学 总结的非常棒 就是你要通过这个理论 可以去了解到 他持续的一个长短 进而你要去分析 你未来这种方式 要不要去采用 有没有必要采用 这种激励的方式 就是这个最后啊 我们工作满意度 这个均衡水平模型 可以去分析出来的 那以上啊 我们这一节课 一到三章所有的内容啊 带大家去回顾和梳理了一遍 把第一章的放下节下图 没问题啊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在开片的时候 老师给大家说了 在我们最后这个环节 所有的课程 其实核心就是我们对于 每一张这个记忆清单 你能够去把它 能够记住了就行 所以我们接下来 所有的同学 都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截图 也可以甚 如果说没有讲义 或者说啊 没有教材的同学 也可以截图一下 我们的记忆清单 这是我们在学完 我们整节课当中啊 它的一个精华 就是老师给大家去总结 大家把这些点记住了 就可以了 那第一章当中 我们今天学习了四个点 对不对 首先我们去了解了 人格是怎样一回事 我们知道了 人格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 不一样的一个性格 你和他不一样的 也就是独特的 而且是你稳定的一种 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那在这一块 我老师说了 我们尤其要对于 它的决定因素 就是你到底人格 是有什么去决定的 是有什么呀 大家快速的回忆一下 我们是有两个因素 哪两个因素 来想一下 所有的同学啊 快速的也要跟着 一起来回顾一遍 这就是在你理解的基础上 加深你的记忆 短时记忆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大家一定要踊跃参与进来 就是我们的遗传和环境 对不对 而且老师给大家去总结了 一个记忆的口诀 我们要能够去知道 谁是基础 谁是我们的一个 能够后天进行影响的 就是什么 遗传是基础 对吧 它是我们的物质基础 而我们后天是可以通过环境 起到再次的作用 起到它那个影响的一个效果 没错啊 大家都回答的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 紧接着又学习了 跟人格相关的 两个理论 就不同的心理学家 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个认识 是不一样的 首先对于精神分析这一块 他认为人格的核心 是一个人思想当中 想的各种事 而这些事情 导致他产生了一系列行为 而这些行为主要是因为什么 促使他们产生出来 这样的一个行为 联想记忆的时候 老实说了 精神分析 你在记忆的时候 就记住 他认为人性是本善 还是本恶啊 本恶对不对 本恶 然后你就联想到 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个冲突 然后导致的 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有方法 不是说你 你拿着那本书 精神分析认为人格的核心 是什么什么什么 你念了很多遍 可能你现在也背过了 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完全忘记什么 你背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更多就是通过老师刚才说的 你要去联想 这样去把它就能够去顺下来了 那同样我们在精神分析当中 我们认为健康的人格 它是有三部分组成的 因为我们是吧 本我 自我和超我 那谁和谁之间一直在战争呀 我们说到 因为你差距越大的时候 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矛盾就越大 谁和谁差距越大 小小李说 本我和自我 是本我和自我吗 一定是本我和超我对吧 本我本我 你就想成本能欲望 你什么事情都被自己想 超过什么 超越自我 你超 这个不会再去考虑自己的事情 更的是什么 考虑别人 所以说本我和超我之间 他们差距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他们之间就在战争 而有我们中间的谁呀 自我来调节 来去 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人格 那最后我们人本主义这一块 我们核心就讲到一个点 他强调的是什么 人性首先他是本善的 对不对 那本善他认为 一个人他想要做任何事情 他是有什么去促使的 有什么去促使的 没错啊 由我们的自我实现去促使的 这是关于人格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情绪和情感 这一块给大家去罗列了一个 导图的一个方式啊 方便大家去区别 首先就是区别这一块 尤其我们要能够明白 谁是跟生理需要相关的 谁是社会需要 也是谁是与生俱来的 谁是后天能够去培养出来的 要能够去知道 而且情绪是先 情感是后 那么情绪是表面现象 啊 先的他肯定是表面对吧 直接走 而我们后面的 也是需要通过深刻的体验 才能够去有 那联系的话 就是我们 情绪和情感 他们是同一性质 都是什么 心理活动 而且情绪是外在表现 情感啊 是起到主导动用 我们情绪会受到情感 进行变化 这是他们区别和联系 那最后 我们态度与行为 这一块 我们强调了态度的组成 态度有哪些组成啊 态度有哪几部分组成 快速的反映一下 是不是有三部分啊 我提醒一下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 对吧 我们的态度对于他的一个认知 也就是我们认为他是什么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呢 评价对不对 对于这件事情是喜欢呢 还是厌恶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情感 那最后的话就是行为倾向 一定要知道 行为倾向 它只是什么 准备要做什么 还没有去做 只是一个预备性的动作 我们可能啊 未来去采取的一个行动 要把这几个啊 分别是什么 而且他们一个核心的点 能够去理解记住 这第一章当中我们学到的 那接下来在第二章当中 我们学习了三个指点 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需要层次理论 我们来快速的反映一下我们的五层次需要理论当中 由低到高的一个需要 分别是什么 大家可以把它的第一个字 或者说关键字打出来 我看大家有没有去记住 我们快速的一起来回顾一下 由低到高啊 由低到高 五个层次 一个由低到高 这个顺序一定要能够去记住了 我们首先要生存 对不对 生存完了 我们要爱 我们要 进而提升自己 进而我们要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可以通过这些关键点 你这样去记忆 让我们的2148回答的非常全面 其他同学也基本上都答出来了啊 首先就是我们的什么 生理对吧 安全 归属和爱 尊重 以及自我实现 而且在课后自己 要去再反映一下 每一个需要层次当中 他在说什么 也要能够去自己能够想清楚啊 罗列出来 那另外就是对于我们需要层次理论这块 他的一个内容和评价 我们也要能够去区分清楚 内容老师给大家去总结到 就是什么 马斯洛认为的 别管他对不对 反正是人家认为的 你就要知道他是怎么去说的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这五个需要 而且未满足的是主要激励源 而且是沉阶梯状的 只有走完第一个层次 才能到第二个层次 就比如说上楼梯一样 上完一楼你才能上二楼 所以说它是沉阶梯关系 只有你生理达到了 才能够走到安全 他是这样认为 那我们通过自己的辨析 自己的个理解 我们进而进行评价的时候 就是我们认为的一些观点 这是我们在区分的时候 关键点啊 我们认为它不是十分的准确的 而且也不是说 只有低级的达到了 我们才能够去追求高级的 也就是说不成这个 严格的阶梯状态 对吧 这是需要层次理论 那记忆的方法当中 我们学到了参与管理 我们种种给大家去强调的是 这两个理由和条件的一个区分 理由大家还记得有哪些吗 理由给大家去总结的 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那为什么呀 通过我们的关键词 大家还记得老师给大家去总结的 叫什么 三工作一认同 对不对 可以利用起来我们的口诀 如果是觉得可以啊 使用的不错的话 三工作就是跟工作相关的有三个 对吧 工作复杂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依赖程度比较高 或者说通过我们这个 一起去参与的时候 可以让他感受到这个工作是有趣的 那一认同就是认同感 这就是我们的理由 那条件 条件就是什么 你有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参与这个事情 那有什么呀 也可以通过老师给大家去总结 那些关键词去罗列 就你如果说把那些关键词记住了 你在考场当中 你在写的时候 可能你最起码你不可能说 可能你把六七点 没有全部都写完 大致是我们提到的关键点 你都是可以去罗列出来的 有我们的 你得有时间对吧 你要有能力 有这方面的一个知识 而且有支持 有支持不仅仅说是 这个组织当中的文化支持 而且要有你的领导呀 或者说你的地位不受到危险 你才能够去说出来 有支持还有什么 有兴趣 你得有兴趣做这件事情 要把我们的关键词再一次啊 给大家去带着大家去梳理了一遍 要能够去明白在说什么 那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在第二章当中了解了 我们沟通的概念 以及沟通的障碍 首先沟通我们目标要知道 是使我们的接受者 也是听的这个人能够听得懂 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会受到一些障碍 也就是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前面两个 我们在区别的时候 老师说了 核心的理解和记忆的观点就在于 你要去能够去辨别出来 是说的人出现了问题 还是听的人出现了问题 那给大家去总结的观点词 过滤作用 过滤的说对不对 回谋同学说了 就是你立马就能够想到 过滤的说是什么 说的那个人 你就在联想 上下集汇报工作的时候 说的人 也就是下集 他在操控信息对吧 他说对他有利的信息 而选择性知觉就是什么 选择的听 那听的时候就是上集听嘛 听什么 听他感兴趣的 非常棒 大家都记住了 给大家去想这样一些记忆的关键点 不是为了记而记 我们更多的是能够通过这样去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真的考核到了 你可以去辨习出来 那辨习出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 能够有思路去写出来啊 这是我们在做主关题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就是辨习能力 这是第二章 那最后我们在刚刚学完的第三章当中 我们学到了三个点 就是我们首先了解到了工作的态度 以及工作态度的一个概念 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还有什么工作满意度相关的三个理论 首先工作态度的话 我们这块 它是我们工作相关的态度的总称 那老师说了 它一共包含有三个部分 还有人记得吗 工作态度是由哪三个部分组成的 有哪三个构成的 还有人记得吗 是不是工作的满意度 哎 你看有些同学就 哎 是不是哄小了呀 我看到有人在说态度的组成 态度的组成和我们的工作态度的组成 一定要做好区分 态度的组成是我们前面 我看看谁 我们这几个同学 说的认知情感 行为倾向 而我们工作态度 加上工作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它一定是要跟工作挂钩的 比如说工作的满意度 工作的投入度 以及组织承诺 哎 要做好区分啊 通过刚刚我们的一个分析 要把这两个点 然后做好区分 合作同学 哄小啦 那既然我们在第二支点的时候 我们核心的对于它其中的一个点 我们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展开的一个说明 实际上工作满意度 我们对于它的概念了解到 它其实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一个情感 对吧 就是你对于这个工作 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是你对这个工作的认同 那既然我们在理解这个点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了工作满意度的三组特点 我们给大家去罗列出了一个整体多文静 这个关键词 大家可以快速的回忆一下 是哪三组呀 回眸同学回答出来一组 是我们的整体对吧 就是我们的整体性和多维性 那文就是我们的稳定性对不对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环境 环境的影响对吧 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的满意度的 我们是由这三个要能够去明白 那最后我们工作满意度的理论 这一块给大家去讲到了三个理论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因素模型 核心我们要知道 因素模型它分析的就是什么 每一个因素它到底满不满意 然后去累加得出来的 那第二个差异模型 我们就要核心知道 它差异差异就是什么 跟理想当中的一个工作进行比较 然后在比较完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满足员工的合理的期望 以提高员工的一个工作满意度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认为满意度它都是去均衡水平的 就是无论它怎样去波动 最后它都会去一种均衡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们这三个理论啊 通过关键词我们再一次的核心要能够去记住 他们再怎样去说明 然后如果说考核到了 我们要能够去应用 加以去分析 那以上啊 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话 就给大家去全部讲完了 那在结束之前呢 再给大家去预告一下 我们下节课 我们在开课之前 可能有些同学来的比较晚了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每周的周二和周四 那今天周二 我们下节课就是周四了 就是11月25号的晚上 7点到8点半 我们给大家去讲我们的第四到六章 涉及到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第四第五第六章 也给大家去罗列了一个章节的名称 大家可以啊 去提前如果说有教材呀 或者说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教服资料 可以提前去预行一下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没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或者说大家如果说对于 我看有同学问说在哪预约 或者说接下来课程啊 你如何去学习啊 不知道的同学可以留下来 我点下课以后 我们的文文老师会上线 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接下来你们课程的一个安排 不客气也谢谢大家啊 大家也辛苦了 那我就先点下课了啊 我们下节课的话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好 感谢我们的立万万老师 给大家带来今天这两一堂课程一个讲解 那相信呢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到我们基础重塑当中的同学们呢 肯定是感受到了 我之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想要去达到一个学习效果是怎么样的 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人力专业 对吧 对于高级经济师的考试当中的人力专业 也有了初步的一个了解 所以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啊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你的一个学习经历 以及你的学习的规划 先把它做好 好吧 现在呢 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同学啊 大家抓紧时间扫描我们公屏当中的这个二维码 回到我们的这个交流群当中 在群内呢 会有我们的助教老师 给大家进行进阶方向的一些专业指导 以及后续的一些干货资料和考试资讯 也会及时的同步在我们的群内 好吧 也是为了给我们今年 比如说需要 也是为了呢 给我们后续需要去报考考试学员 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好吧 所以说现在啊 没有进群同学 大家抓紧时间扫码进群 如果是正在用手机观看直播课程同学呢 可以先用手机进行截屏 然后回到我们的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好 大家抓紧时间啊 没有进群同学 抓紧时间扫码进群 第四到六章 在哪里领资料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 以及你的自己课程当中的 你多多去关注一下好吧 或者能到我们群内去咨询一下 我们的助教老师也是可以的啊 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同学 大家抓紧时间先扫码进群 如果是正在用手机观看直播课程同学呢 可以先用手机进行截屏 然后回到我们的微信扫一扫 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好吧 那在这边呢 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呢 虽然说还没有步入到真正的二二年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明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考试的时间依旧会给大家定在六月份 所以说我们在这段时间 你可以先来计算一下 对吧 刨去我工作的一个时间 或者说 刨去我忙碌生活的一些时间 留给我自己的学习呀 或者是分配到学习上面的一些经历 到底是有多少的 其实如果说大家细致的算下来啊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学习的一个时间呢 确确实实是在逐渐减少的一个状态下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在今天既然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竟然来到环球网校 来了解高级经济实质考试了 我就建议在二年第一次来参加考试的零基础的小白学员 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开始你的课程学习 以及你这一整年的一个备考计划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 如果说大家第一个是时间允许 然后第二个如果你的经历是允许的话 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直接的来选择一个全程全阶段课程 全部包含在内的全程无忧班来进行一下学习 那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全程无忧班当中的学习模式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们的全程无忧班是给大家分为了四阶段的高校课程规划的 那么对于我们今年第一次 以及你现在就可以加入课程当中来学习的同学 你报名这样的一个课程 今年如果想顺利的去通过我们这个高级经历师考试的话 跟进我们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课程好好去学习 那么我们是很有可能在二二年一次去通关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全程无忧班当中给到大家的一整个的 这样的全程模式的学习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们的全程模式是给大家分为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导学阶段第二个基础阶段 第三强化阶段第四冲刺阶段 在第一个导学阶段当中会有我们的备考指导 以及我们的预习班来帮助大家先建立你对于高级经济师的知识点的大框架 先告诉你高级经济师人力专业考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怎么考你对吧 然后呢在我们的备考指导里面呢 也会有我们老师给到大家专业性的一些备考建议 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就是我们的金奖班 也就是我们的政客就要上线了 给大家进行我们对于高级经济师考试当中 所有的知识点啊进行一个全面细致的讲解 然后呢配有我们配套的一些练习题 来帮助大家做到辅助的去巩固知识点的一个作用 这是我们的基础阶段 通过金奖班先把我们的基础知识打扎实之后 大家才可以更好的去步入到我接下来的一些强化呀 冲刺的阶段 在接下来的强化阶段当中呢 就会有我们的强化班来对于我们高级经济师考试当中 所有的重点难点以及高频考点 给到大家一个逐个击破 那同时呢也会配有我们的真题解读的这样的课程 对于我们21年对吧 第一年变化为全部为主关题 然后20年第一年同考的这两套试卷 给大家做最细致的一个剖析 因为这两张试卷对大家来说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吧 这是我们在强化阶段当中给到大家的一些课程设置 然后呢 最后就是我们的冲刺阶段了 在冲刺阶段当中呢 会有我们的模考特训 应试技巧的课程 再次的帮助我们同学们进行知识点上面的一个查漏补缺 以及你在考试之前的一个上机操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在我们冲刺阶段给到大家的 而且呢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章节 跟我们的时事热点比较相接近的话 也给到大家相对应的一些时事资料 是直接包含在课程当中的 所以说目前啊 今年我们对于全程模式呢 也做了最新的一个升级 也就是意味着 从现在 如果你真真正正的能够跟着我们这样一个全程无忧班 全程模式进行进行学习的话 那么明年我们是 如果说你能踏踏实实学下来的话 明年是很有可能去一次通关高级经济师的比试考试的 尤其是啊 我们今年第一年来参加到高级经济师考试同学 其实呢 你现在开始备考 已经不算早了 好吧 真的是已经不算早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如果说真的想要来这个报名我们的班型的话 现在可以直接的来选择我们的全程无忧班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原价为4980的这样一个全程无忧班呢 在我们直播间大家是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的7折3486的这样一个价格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来购买课程的话 可以直接的去群内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 去这个 去群内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 来了解我们这样一个全程无忧课程 然后我这边呢 也把我们3486最低的这个优惠的课程链接给大家谈在我们的公屏当中 好吧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我给大家谈送一下我们的课程链接 好 现在呢 给大家谈送一下我们全程无忧班的课程链接啊 大家如果是想要去深入了解或者想要直接购买课程的话 也可以直接进群去咨询我们的助教老师 如果大家想要直接购买课程 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直播间的链接进行购买 好吧 好 大家现在啊 如果说还没有进群的同学抓紧时间扫码进群 如果想要深入来了解这个课程同学呢 一定要多多的去群内咨询我们的助教老师 或者呢 在我们群内啊 如果你想购买课程也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去帮助你进行改假下单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好 那在我们这个期间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购买课程 可以直接的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助教老师 然后呢 我这边呢也是跟大家来 简单的来再强调一下我们在评审的准备过程当中 在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准备了论文的这样一项工作当中你需要做到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给大家看一个时间轴 如果说我们二二年没有其他特殊情况的话将在六月份给大家进行比试考试 然后呢在我们比试考试的后两到三个月之后我们每一个省份呢就会给大家进行各个省份自己去举行的这样一个评审面试的准备了 那么对于我们在二二年即将要参加评审的同学来说呢 其实你现在开始准备你的论文这样的一个业绩成果的话呢 我们的论文啊从现在开始准备已经是不算早它也不算晚好吧 这个时间段是刚刚好的因为你从现在如果说真正的可以把你的精力来挪出一部分挪出一小部分放在我们的论文准备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很可能在二二年的时候一次去通过我们的比试加上面试评审两个环节好吧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在论文的准备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把这个精神提到百分之二百的这样一个标准线好吧 然后我们现在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论文的准备过程当中都是一些怎样的一个注意的点好吧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的高级经济师评审的论文准备之前大家需要明确的这几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论文发表的时间是一定要提早的 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你的论文是需要在你通过中级经济社的当年或者是第二年就开始准备你的论文了 因为在论文的准备过程当中它本身的一个撰写过程是非常长的 通过上百次甚至上千次的修改 然后再加上我们网站收录啊 期刊收录 还有再加上我们各个省份内可能会有让你提前半年发表出来这样一个要求来看的话呢 我们在论文的准备过程当中所有的时间都是需要你打除提前量来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论文是必须要被检索网站所收录的 比如说我们的知网维谱或者是万方 然后具体是哪一个网站呢 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查询自己省份内的一个要求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高级经济师的论文发表在期刊是必须要被国家新闻总数可查的 也就是说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 然后具体啊 大家省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 也是我们各个省份内需要自己去查询的 好吧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高级经济师所发表的论文啊 尽量是你的读注或者是第一作者 要么这篇文章就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完成的话 建议你把你的名字排在前面这一位 这样是可以有效的去提高你自己的一个评审竞争力度的 好吧 这个是给到我们大家啊 在我们论文的准备之前 你需要去明确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在我们论文准备的过程当中 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些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国家上面来说 对于各种论文的查诚率啊 越来越严格的查诚率 一定要注意 好吧 朋友们 查诚率这一方面 大家不要去选择外面的一些小机构来帮助你完成论文 如果说真的去找了一些不知名的小机构来帮你完成论文的话 带给我们的影响 很可能就是我的这篇论文整个意思是没有变化的 只是他把我的字某个词给我变化了 采用的是机器降虫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它是没有真正的给你降虫的 好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自己同学们自己去发表的期刊是不被认可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各个省份内都有他自己的要求 你如果说省份内要求你是国家级期刊 还是刚刚跟大家说的 国家级期刊 省级期刊 你一定要提前的去核对自己省份内的政策 如果说省份内要求你是国家级期刊 你发表在省级期刊上面 那么你就是不符合要求的 好吧 在期刊这一方面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且呢 一定要是经济类的期刊 好吧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自己去撰写论文类型是不被认可的 论文的类型呢 我们从中级考到高级的同学应该会比较清楚 中级到高级的考试是可以跨专业去报考的 但是啊 在论文这里面必须要和你工作实际相关联 好吧 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在论文类型这一块 一定要好好地注意一下 一定要和你工作实际相关联 如果这篇论文跟你的工作实际脱轨了 那么它是不符合要求的 你的评审是过不了的 好吧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普遍的去容易去忽视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论文字数 因为现在一些好的期刊都已经要求大家是 都已经要求大家是一版面是2000到2500字了 但是呢 我建议大家对自己高标准研要求 可以定在3000字左右的这样一个标准 好吧 可以有效地去提高你的评审竞争力 那么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同学呢 如果你真正的想要获得一篇高质量的 真正去提高你自己的这个评审竞争力度的论文 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的来选择 我们环球网校的文章辅导一站式服务 在我们的文章辅导一站式服务当中呢 是从一开始的指导选题 直到最后发表成功为止 我们的服务才算终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去跟我们的班主任进行上百次 甚至上千次的一个交流 然后呢去共同完成属于你自己的这篇作品 这是我们服务的一个特点 好吧 而且呢是由我们班主任 以及我们的教员团队和大家一对一的去进行交流的 而且呢我们的论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叫做论文一为一的私人定制服务 因为它是真正的可以帮助你完成一篇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而且呢真正可以帮助你来提高评审竞争力的 这样一篇论文是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的 好吧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要去咨询论文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话 可以直接的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进入到我们群内去咨询我们的助教小易老师就是可以的 好吧 好那现在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直播间的同学 现在对于我们的论文呀 或者对于我们的课程 或者对于我们的考试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好如果我们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直播课程就要结束了啊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好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直播课到这里就先结束了 大家如果想要去咨询论文呀 或者想要去咨询我们的课程相关的一些服务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群内去咨询我们的助教老师 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先结束了 下一次的课程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官网当中的这个基础重塑课程的这个课程的预告 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吧 然后下次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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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